季志工的解说 吴明展强在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 一开始就进到三重金字堂 因为他曾经历姐姐在病榻前 面临死亡的瞬间 因此特别渴望能救人 救人与等待被救的心态 身份的转换 一念之间 如果真的有这个能力去救人的话 真的是很棒 生死一瞬间的煎熬 涂金花也感受深刻 他的先生曾是器官受证者 他对患者家属的心情能感同身受 有一天真的配对成功了 我希望可以让家里的家人 不要像我这样所紧张害怕焦虑的状态 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 帮助血液病患创造更多重生的机会 新北市三重和卢州慈激志工 都举办了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 许多民众利用上班前的空档 特地来贡献一份心力 骨髓捐赠其实是一个周边血的东西 其实蛮简单的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是想要帮助真的有需要的人 可以在迎接新的一次的生命的开始 在志工的解说下 有些人破除了骨髓捐赠 是抽容骨髓的迷思 因此愿意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来煮人 我觉得妈妈也是给我们小孩这么健康的生命 就是可以帮助到可以需要的人 就应该及时要这么做 血液病患重生的机会 在每个参与验血民众抽血的瞬间 这小小的动作将带给等待配对的患者 无穷的希望 大约新闻知识美之工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服荣医处